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47万同学和我们一起散口 清华大学把形式与政策课向群国高校开发 它是清华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的重要成果 同时也是群国高校团结一致 加快教育强国精神 加快推进中国式新代化的 一次集体努力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我们敢开创了中国式新代化新刀 在认识上不断深化 在战略上不断完善 在实境上不断丰富 为持续中国式新代化提供了 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 更为精实的物质基础 更为主动的精神力 正是自强不惜后得债务的校训 所体性的精神 使得一所学校或他所培养的人 永保清存 中国式新代化的推荐 同样需要自强创新精神 后得债务的修养胸襟 形式与政策扣 我们把它作为第一课 是希望大家在迈入学校 大学生活 起步阶段 意识到 自身要经负其责任何事 意识到 作为一个清华人 意味着什么 那我们一起 为以中国式新代化 全面推进 中华民族为大复兴 共性青春力量 在价值的层面上 我深刻地意识到 作为一名清华人 尤其是作为一名 马克思主义舆论专业的学生 我应当如何 在当下复杂的形式中 找到自己的目标 努力方向 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 包涉党的国家 还有包涉人民 从此也把它当成 自己失业的一部分 清华大学公开课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 从一个全新的角度 更深入地去感觉 国家大事 思考大我 与小我的关系 我们在学习过程中 也要做到把理论知识 和实际生活相结合起来 有问题导向意识 有学习 有思考 更要有实践 与清华同学一起上课的感受 用一个词来形容 就是自豪 虽然我们相隔千里 但是我们都成为了 这片华夏的课堂的学生 在这里我感受到了 一个非常优秀的课堂氛围 也开阔了我个人的视野 促进了学习 也增强了个人的素养 虽然我们来自五湖四海 但是我们相聚到这里 都是为了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而学习 对你中国是现代化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奉献青春力量